越南是一个极为矛盾的国家 一方面在模仿中国 一方面又要全盘西化 现在的越南和中国极为相似 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 用着相同的农历 过着同样的春节 阅兵仪式相似 就连文化方面 也是一个劲的翻拍国产剧 后来自媒体兴起后 还出现了越南版的李子柒 甚至越南的大妈 也同样喜欢广场舞 越南的经济在高速增长 而在另一边 他们的灰产又愈发猖獗 那这个曾被中国统治千年的国家 未来真的能超越中国 抢先一步成为发达国家吗 这个还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在越南神话传说中 中国炎帝神农士的崇孙 名叫陆旭 被封为京阳王 掌管着洞庭湖一带的南方土地 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名叫赤鬼国 陆旭当上国王后 又迎娶了洞庭湖龙王的女儿 生下一个儿子名叫洛龙君 长大后的洛龙君 迎娶了一名来自北方山上的仙女 两人一共生下了100个儿子 后来有一天 洛龙君突然对妻子说 你是仙 我是龙 我们出身不同 以后不会幸福的 不如就分手吧 洛龙君就以这样一个渣男借口和玉姬分了手 他们其中的50个儿子随母亲回去了北方 另外50个儿子随洛龙君继续居住在南方 所以洛龙君和他的这50个儿子 被越南人和今天中国广东 广西地区的部分民族称之为百越之祖和先龙子孙 成为了越南人的祖先 以上这段故事就是越南的始祖起源传说 其中很明显地将自己的民族归为了炎帝后裔 虽然在日本朝鲜和韩国的始祖起源传说中 有更出名的徐福东渡和姬子北迁的说法 但是在今天的日 韩主流历史学界都在否认这些传说 而越南历史学界不仅承认越南人始祖为炎帝后裔 并且还不断寻找有关证据来证明 到了公元前2879年洛隆军的长子雄王继位后 改国号为文郎国 建立了一个东陵南海 西底巴蜀 北至洞庭湖 南街詹婆的一个庞大奴隶王国 也就是越南历史上的红旁式王朝 公元前2070年 商汤涅下建立了商朝 在越南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记载 此时的商朝还派出了一支部队来征讨文郎国 当时第六代雄王为了能退敌 派人在全国征询能用之才 这个时候有一个三岁的孩童前来拜见雄王 说只要给他一口剑 一匹马就能退敌 雄王见这个孩子觉得甚是惊奇 便满足了他的要求 后来 这个三岁神童还真的在武宁山脚下打败了商军 而且就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这个神童就腾空而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雄王为了纪念这位三岁神童 给他立庙祭祀 封他为辅董天王 成为了今天越南人最喜爱的一个神话传说人物 到了中国战国末年 文朗国的邻居蜀国开始慢慢强大起来 蜀王向文朗国公主求婚被拒绝 两国为此结下了仇恨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越南历史上记载的这个蜀国 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川古蜀王国 而是在公元前316年秦国灭亡古蜀王国后 古蜀王国的部分后裔南迁到云南和广西地区重新建立的一个蜀国 到了公元前257年 蜀国安阳王灭亡了文朗国 改国号为欧洛国 并将首都迁到了今天的越南河内东英县 越南的历史也就进入了短暂的蜀氏王朝时期 为什么说蜀氏王朝是短暂的 因为此时正值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代 所以就在欧洛国建国后的第43年 秦军攻克百岳 安阳王只能向强大的秦国投降 秦始皇一扫六合 统一中国后 正式在百岳地区设置象郡、桂林和南海三郡 自此 越南的历史进入了长达150多年的第一次北蜀时期 百岳地区成为秦国治下的三郡之后 秦朝对三郡推行移民时边的政策 将中原内地的民众迁徙到这里 让他们与百岳杂储 这个时期也是越南北部和中国两广地区 经济开发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到了秦朝末年 政局动荡 南海军尉赵陀在公元前203年趁机割据百岳三郡 自立为南岳武王 建立了南岳国 南岳国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作为一个短期的割据政权 因为就在刘邦统一中国建立西汉后 赵陀就对西汉王朝称臣纳贡 又在公元前112年 汉武帝发兵十万直接攻灭了南岳国 但是这个仅仅存在了93年 共立五代君主的南岳国却在越南历史中被当作一个正统王朝来看待 称之为赵朝 就在南岳国灭亡后 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立了胶州 治下分为9个郡 其中的胶纸 九珍 日南三郡 就位于今天的越南地区 并且 西汉朝廷还选派一些董明庚丧众的官吏 前去管理这三郡 中国的各种礼仪文明也正是这一时期传入越南地区 越南历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步伐 公元前40年 洛越部落的一名首领名叫施索 他因为反对汉朝官吏 对当地人民实行的汉化政策 被交纸郡守逮捕处死 施索的妻子政策不服 与妹妹争二义 同率领部落人民岂是反抗 越南史称二征起义 两姐妹率军一度攻下交纸 九珍 日南等地六十五成 东汉朝廷得知此事后 派出了那位马格果师环的东汉名将 马元率军前去镇压 最终在公元43年 马元歼灭了征氏姊妹军 越北地区再度稳定下来 越南的历史也进入了第二次北属时期 马元平定三郡之后 为了宣扬东汉王朝的国威 以威吓越南人 还在交纸郡树立了著名的马元同柱 以表示这里是属于汉朝国界的最南端 并对天祈岛 同柱折 交纸灭 后来越南人害怕同柱折断 就在同柱边上不断填埋石块 久而久之 形成了两座丘陵 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 为了将版图扩充到越南北部 都在极力寻找马元同柱所在位置 但是都没有找到 每个朝代也只能在马元同柱的大概位置上 重新树立新的同柱和国界碑 到了东汉末年 黄金起义爆发之后 各地周末以镇压黄金军为友 纷纷招兵买马 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一期间 交纸太守侍谢也趁机控制了整个交州 交州制下九个郡县的重要官吏 全都由他的包足兄弟出任 释谢一族 奄然成为了梁广和越北地区的土皇帝 再加上释谢是当时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学大家 为人宽厚 李贤下士 吸引了许多中原名士前来投靠 儒学也开始广泛在越南地区传播 公元208年 赤壁之战过后 东吴孙家逐渐强大起来 释谢在名义上归顺了孙权 得到了东吴朝廷给予的独立保证 因此 交州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环境相对和平 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也正是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 释谢的名声在越南史书上一直很好 一些越南历史学家 还把释谢当作越南君主来看待 称他为释王 公元226年 释谢死后 吴主孙权打算削弱 释氏家族在交州的势力 但遭到了释谢的儿子 释辉等人的反抗 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战争一触爆发 最终 释辉六兄弟中了武将 屡代的幼祥记 六兄弟全被俘虏 逝世一族被贬为了数人 交州正式归入东吴的直接管辖 此后 越南的历史就跟着中国的历史一起更迭 先后经过了东吴 西晋 东晋 刘宋 南齐 南梁 几个朝代 公元541年 因为南梁 浇州刺史萧姿 为政 苛刻残暴 逐渐失去了人心 浇州人民 在离族人 李奔的带领下 起兵赶走了萧姿 控制了越南北部 又在三年后 李奔自立为王建立了万春国 越南历史称之为 前李朝 而李奔也就是越南历史上 著名的李南帝 之后 万春国和南梁 以及后来的南辰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记载 南辰开国皇帝陈霸仙在位时期就已经攻灭了万春国 但在越南历史中记载万春国直到公元602年的时候 李家的继业者李佛子投降随朝 前李朝才宣告的灭亡 越南的历史就进入了第三次北蜀时期 残余的万春国投降隋朝之后 越南又跟着中国的历史一起同步度过了最繁荣的隋唐时期 这个时期 越南这块地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安南都护府 直到公元905年 越南地区有个叫屈成玉的人 他凭借着待人宽和的性格以及地方豪族的身份 受到当地人的支持 控制了娇州的军政大权 并自称娇州节度室 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唐朝末年 地方藩镇割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中央朝廷的权力越来越小 根本控制不了各地势力的崛起 也只能无奈地承认了屈成玉的节度室身份 屈成玉虽然在名义上 仍然属于唐朝的地方官员 但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自主政权 为日后越南的独立建国打下了基础 唐朝灭亡后 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 焦州地区与十国政权中的南汉比邻而居 双方之间一直上演着吞并和反吞并的战争游戏 直到公元939年 焦州地区的军阀无权击退了南汉军队 完全占据了焦州地区 建立了吴朝 但此时的吴朝政权并没有得到南汉和其他中原政权的认可 中国史书中也认为吴权只能算是割据军阀而已 吴权在位六年后就去世了 越南国内发生了内讧 最终演变成了十二使军割据的局面 这种动荡持续了二十多年 直到公元968年 越南豪族出身的丁布林击败了各地割据势力 统一了越南 随即称帝建国 国号为大渠越 史称丁朝 此时的丁朝才真正得到了南汉的认可 承认了越南独立的事实 因此在中国官方史书上 把丁布林算作越南的第一个国王 丁朝算作越南的第一个封建王朝 正当丁布林平定十二使军的时候 在中国这边也正是赵匡印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的时期 在赵匡印稳定政权后 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政策 于是就在越南丁朝建立的两年后 宋兵开始攻打南汉 丁布林很害怕北宋会顺道一起灭了大渠越 所以就主动前使去开封向北宋进攻 宋太祖赵匡印觉得丁布林狠实大体 便册封了丁布林为交致郡王 越南也从此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 后来丁布林效仿北宋的一系列政策 把国家治理的还很不错 但是丁朝却很快就灭亡了 好好的丁朝怎么就这么快灭亡了呢 这还得从一个梦开始说起 丁朝有个宦官名叫杜氏 有天他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见流星掉到了自己的嘴巴里 杜氏醒来觉得这是个大吉之兆 认为自己未来要当皇帝 于是在一次丁布林醉酒睡觉的时候 杜氏就趁机谋杀了丁布林和皇太子 可想而知 杜氏这种狗血操作肯定是当不上皇帝的 最终杜氏被大臣们抓住处死了 群臣一同拥立了丁布林的另一个儿子丁玄为帝 但是这个丁玄还是个小孩子 所以当时丁朝的政权就掌握在了大将军梨桓的手里 而宋朝这边 听说越南新军年幼 丁朝内乱 当时的宋太宗赵光义认为 正是收复娇州的好机会 于是北宋就开始出兵越南 越南大臣们听说北宋大军杀到 一是担心皇帝年幼掌控不了局面 二是为了向掌权的梨桓献忠心 所以纷纷支持梨桓称帝 以抵抗宋军 于是公元980年 梨桓在群臣的拥护下登基称帝 将丁朝取而代之 建立了前离朝 梨桓称帝之后的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抗击宋朝的军队 虽然在第二年 梨恒战胜了宋军 但是打胜的梨桓 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深深的担忧 为了避免与中国的长期对抗 梨桓仍然向北宋进行朝贡和称臣 最终梨桓的态度使得宋朝放弃了军事入侵的打算 转而册封梨桓为新的交纸郡王 双方关系得以缓和 中越双方关系正常化后 佛教开始在越南盛行 梨朝政府不仅派遣大量僧人去宋朝求取佛经 而且还任用许多高级僧侣参政 修建了大量佛寺 寺庙因此获得了许多田产和殿农 僧侣也成为了越南最大的地主阶级 在梨桓死后 他的长子梨中宗在位才几天 就被梨桓的另一个儿子梨龙定给杀了 这个梨龙定是越南史上有名的暴君 荒淫暴掠 无恶不作 而且他特别喜欢杀人 为了杀人还煞费苦心 发明了很多酷刑 到了公元1009年的时候 暴君梨龙定去世 他的儿子年幼继位 一般这种情况下 朝内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果然 朝中的将领李公运就趁机取代了黎氏 自立为帝 开创了李朝 李朝建国之后 历经九代君主 共两百多年 采取了唐朝和宋朝的中央政治模式 特别是在前四代君主的百余年间 越南进入了中央集权 国家统一 国势强盛的时期 因此在李朝时期 越南多次与周边的国家发生战争 占领了大片领土 还一度灭亡了 位于今天越南中南部地区的战坡国 奠定了今天越南版图的初步雏形 公元1054年的时候 李朝第三位国君李圣宗 改国号为大越 此后大越成为了越南数个朝代的国号 到了第六代君主李英宗的时候 又获得北宋册封为安南国王 从此 越南被中原各朝代称作为安南国 越南皇帝也只能对内称帝 对外称王 成为中国朝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李朝到了中期之后开始衰落了 国内诸侯相互交战 争夺权力 到了李朝晚期 政局更加的混乱 什么外戚干政 权臣掌朝 诸侯歌剧等等衰落迹象和套路 全部都出现了 李朝第八个皇帝 汇宗的时候 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儿子 所以就立了自己的女儿李佛金为皇太女 后来 汇宗 在手握大权的外戚重臣陈首度的压力下 让位给了只有七岁的李佛金 而陈首度则被认为辅国太位 完全接管了朝政大权 陈首度为了篡位篡得合情合理 他让自己八岁的侄子陈炯和李佛金结婚 不久之后的1225年 陈首度又逼迫李佛金让位 给了自己的丈夫陈炯 至此 李朝灭亡 越南陈朝建立 陈炯虽然是陈朝的开国之君 但他还只是个孩子 所以朝中大小事情都是由陈首度处理 而陈首度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清算李氏宗亲 对前朝李氏大开杀戒 为了不让后人记起李氏 还强行让国内姓李的人 全部改姓软 对于李氏来说 陈首度的确是个大奸大恶的人 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 陈首度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在李朝末期 政局动荡 国内多个地方都发生了叛乱 陈朝建立之后 陈首度辅佐成太宗 陈炯平定了各地的叛乱 让大越国又重新归于一统 另外 陈首度针对当时的朝政变换 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中央集权制度 使得当时越南在衰微的时候 又强盛了起来 而再度强盛 对越南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在不久之后 蒙古大军就来了 1257年 蒙古将领 物良和台领兵 侵入大越国境 战争初期 越军完全被碾压 太宗陈炯已经没了底气 准备放弃抵抗 还好在陈首度的鼓舞下 太宗重拾信心 再次竭力抵抗 最终击败了蒙古军队 战事告一段落 蒙古大军撤退之后 陈朝继续在陈首度和陈炯两叔侄的带领下 继续向前发展 儒学文化也在越南没开二度 再次兴盛起来 并诞生了许多文学艺术品 比如越南第一部史书《大越史记》 就是在这一期间诞生的 但在27年后的1285年 陈朝文化发展的小高潮期被迫中断 因为在这一年 蒙古灭亡了南宋 蒙古大汗忽必烈 以陈朝皇帝不亲自入共为由 让皇子托欢率领十万大军对月出兵 结果蒙古再次大败 托欢跑回了中国 当时蒙古人又多又能打 横扫了整个亚欧大陆 为何攻不下越南呢 这里稍微说一下原因 因为当时援军来到越南 山高路远 道路崎岖 大军开到越南的时候 已经是兵困马伐的状态了 再加上越南当地炎热的天气 北方蒙古人的体制本来就不耐热 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中暑染病 所以当援军刚到越南的时候 还能趁着士气高涨打几场胜仗 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士兵们累得累 病得病 又在这多山的地形环境下 无法发挥出蒙古骑兵的优势 另外 越南在陈朝前期的治理下政局稳定 大家齐心抗敌 当时越南又出了像陈国骏这样的大财将领 统兵作战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元朝战败也并不是偶然 1287年的时候 托欢再次统兵南下 又一次失败而归 虽然越南陈朝三次打败蒙古大军 但是陈朝也知道 他们只不过是个小国 并不是实力雄厚的大元对手 如果双方长期开战 对越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当时的皇帝陈仁宗就派使者出使元朝 希望能够停止战争 恢复对元的朝贡关系 而元朝这边也因为忽必烈的去世 取消了第四次入侵计划 转而同意了越南的朝贡要求 后来元朝灭亡 大明建立 明太祖朱元璋与陈朝互派使节通好 明朝还册封了当时的陈玉宗为安南国王 双方建立了藩属关系 但是这时候的陈朝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朝政涣散 奸臣当道 农民起义不断 陈朝王室之间的夺权斗争 也是轮番上演 再加上南边的老对手 詹婆国开始兴起 连番攻打陈朝 并在1377年的时候 詹婆国的军队还击毙了当时的 陈朝皇帝陈瑞宗 陈瑞宗死后 皇室夺权斗争更加激烈 最终在1400年 陈朝外妻黎继毛 废除了陈朝末代君主少帝 建立了胡朝 黎继毛建立的国家 为什么不叫黎朝 叫胡朝呢 因为黎继毛祖上姓胡 就在他登基之后就恢复了胡姓 所以他建立的国家 也就被称之为了胡朝 黎继毛即位才一年 就退位给了自己的儿子胡汉仓 自称为太上皇 但实际上仍然掌握着越南的朝政大权 但在这个时候 一批陈朝旧臣和陈朝宗士 跑到了大明朝告狱状 把胡家篡位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还说胡朝想抗衡明朝 请求明朝出兵 帮助陈家讨个公道 当然了 明朝当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于是在1407年 明朝打着帮助陈家深渊的旗号 讨伐胡家 擒获了胡氏父子 存在仅七年的胡朝宣告灭亡 越南的国土被明朝吞并 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陈家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想请大明帮忙复国 也没想到结局会成这个样子 于是 不断有陈朝宗士发动复国运动 来反抗明朝的统治 在1407年到1413年之间 陈氏后人又建立了一个后陈朝的政权 但最终 还是被明军给灭亡了 另外 越南已经脱离中国的统治很久了 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愿意做明朝的子民 也在不断启示反抗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一个名叫黎立的豪祖 他自称平定王 并拥立了一个自称是陈朝宗士的陈浩为帝 进行反明斗争 此时的明朝已经迁都到了今天的北京 将主要精力放到了防患北方的瓦剌人身上 最终同意了越南恢复独立 策封黎立拥立的傀儡陈浩为安南王 双方之间再次恢复到了和平状态 就在越南恢复独立 明军撤退的第二年 黎立就杀死了傀儡陈浩 自己称帝 建立了后黎朝 但仍然与明朝保持着宗藩关系 后黎朝前期 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他们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帝 黎盛宗 后黎朝第五代君主黎盛宗继位之后 推行了多项改革 包括改革官制 大兴科举 班刑法典等 又致力于调整农物 改善经济 使得越南国力迅速提高 另外 在黎盛宗时期 越南还多次对外用兵 平定了詹婆 老挝等地 使当时的越南在国力和军事上显赫一方 但是有好的皇帝 肯定就有不好的皇帝 到了后黎朝的第八个君主黎微木和第九个君主黎湘义这里就开始乱了 这两个人都是昏君 黎微木是被黎湘义杀死的 而黎湘义后来又被大臣们杀死 可见当时的朝中已经很乱了 黎湘义死后 朝中政局更加混乱 党派之争已经闹得不可开交 刚继位的新皇帝昭宗黎以为了安稳朝中大局 就叫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军默登庸带兵入朝 帮忙平定乱局 这个剧情是不是很像中国东汉末年的何晋赵董卓入京 而默登庸也和董卓一样 在平定了朝中乱局之后 就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权 这个时候 昭宗李以才发现自己是引狼入室了 于是准备讨伐默登庸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之后 默登庸杀死了昭宗 立了昭宗的弟弟为宫帝 几年之后的1527年 默登庸又逼迫宫帝退位给自己 越南末朝建立 虽然末登庸已经登基称帝 但是墨家篡位的做法却引起了很多离世旧臣的不满 其中有一个名叫阮干的将军 找到了黎昭宗的一个儿子雍立为帝 宣布恢复后离朝 在阮干的军事支持下 后离朝收复了南方故土 和北方的末朝形成了对峙之势 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1545年 后离朝的实际掌权人阮干 被末朝奸细下毒给害死了 阮干的女婿郑简和阮干的两个儿子之间 为了争复阮干的继承权 开始大打出手 最终 阮干的长子阮汪被郑简杀死 而阮干的次子阮黄主动让出了朝中大权 自请去镇守顺华城 郑简就这样独自一人继承了他岳父的官职和权力 郑简死后 他的继承人郑松 掌握了后离朝的大权 并在1592年 郑松率军攻破了末朝首都生龙城 结束了离末南北对峙的局面 这个时候 郑松虽然完成了统一 但他自己不是君主 君主还是离氏 不过离氏这个君主只是名义上的而已 实际大权都在郑松手里 郑家之所以不敢篡位的原因 一是无法向明朝交代 害怕明朝借机攻打越南 二是当时政局很不稳定 称帝反而会给其他反对势力起兵的借口 因此 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 此后的郑家就一直世袭为王 成为后离朝的实际掌权人 这一时期的越南政治形势 也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正式政权 在这期间 后离朝的皇帝 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 已经名存实亡 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各地藩王手中 其中最为强大的当属控制王都和北方的郑家 其次就是以顺化为根据地 控制了南方的阮家 这个顺化阮家的奠基人 就是上文中说到的阮干次子阮黄 当时阮黄已退为进 主动让出朝政大权给郑家 之后他以顺化为根据地 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在混乱中逐渐掌控了当时的越南南部 成为了实力并肩郑家的大诸侯 郑家和阮家在末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间 数次交战 但是谁也没有搞定谁 最后双方只能各自划定地盘 再次开启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就在双方打架的这段时间 大明灭亡了 清朝建立 郑家因为控制着王都和离世傀儡皇帝 所以主动代表越南和清朝建立了藩属关系 而南方这边 阮家对外基本上就是打打杀杀 不断扩张版图 但是也因为长期的战争 导致老百姓赋税加重 南方各地农民纷纷揭干而起 1771年的时候 出身西山地区的阮月 阮吕和阮惠三兄弟率领农民军起义 成功推翻了南方阮家的统治 又一路北上灭掉了郑家和后离朝 结束了越南两百多年的割据历史 而这场农民大起义 就是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 也是最著名的西山起义 阮氏三兄弟虽然成功地 推翻了后离朝的混乱统治 可是就在一片形势大好的时候 兄弟三人之间发生了内讧 各自占据一片领地 互相攻伐 最终 以老三阮惠占据了上风 三方最终讲和 重归于好 但是这场内讧 也导致了西山朝元气大伤 给予了后离朝的末代君主 黎维奇复辟的机会 黎维奇复辟之后 立马向清朝求助 清朝也派出军队帮助后离朝复国 但最终被阮惠打败 黎维奇也流亡到了中国 并是北京 阮惠虽然打败了清军 但是他对清朝非常顾虑 于是就贿赂清军大将福康安从中调和 一边又派出自己的侄子 带着许多金银珠宝 跑去北京向乾隆请罪 收到财宝的乾隆大喜 就册封了阮惠为安南国王 承认了他的地位 越南西山朝正式建立 虽然阮惠对清朝积极服软 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 坐稳了越南皇帝的宝座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 阮惠其实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在位期间一直在打算 入侵中国的两广地区 并且资助了许多反清组织 比如著名的天帝会 就受到阮惠的暗中支持 但是这时候的越南 面临着更大的敌人 先罗 因为在当年西山起义的时候 阮氏三兄弟虽然打败了顺化阮家 但是顺化阮家的继承人 阮福印逃到了先罗 并在先罗国王的帮助下 不断在骚扰西山朝的南部边境 1792年 阮惠去世后 他的儿子阮光转继位 西山朝再度爆发内乱 将领之间猜忌不断 这给了一支企图复国的阮福印机会 在先罗的帮助下 阮福印趁机北伐 西山朝节节败退 最终在1802年 阮福印攻克生龙 俘虏了阮光转 西山朝宣告灭亡 而越南也进入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阮朝 阮福印称帝之后 立即向清朝前使称臣 建立了宗藩关系 获得清朝遇赐国号越南 此后这个称呼一直用到了现在 阮朝建立后 阮福印和他的儿子阮福角在位期间 致力于恢复宝京战争洗礼的越南经济 两人都是很有作为的皇帝 在他们父子两人的带领下 越南在经济 文化和军事上都再度强大了起来 特别是在阮福角时期 越南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 侵占了柬埔寨和老挝大半领土 令越南达到了有史以来疆域最大 也使得阮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而且阮福角还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 他将清朝遇赐的国号越南改成了大南 这种擅自更改国号的做法 显然是向宗主国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原本清朝是打算干涉的 但是因为第二年就爆发中英鸦片战争 清朝已经自顾不暇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更可惜的是 阮福角在外交上学习了清朝的闭关锁国 拒绝与西方国家交流和联系 导致越南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更是因为阮福角禁止欧洲传教士在越南传教 给了法国后来入侵越南的借口 阮福角死后 他的儿子没有他这样的治国能力 国家也就基本维持太平 到他孙子阮福时这里 越南就开始遭到了西方列强法国的入侵 战败之后 被迫签订了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西贡条约 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 标志着越南近代史的正式开始 同样也标志着越南开始逐步沦为殖民地社会 阮福时在位晚期 法国再次入侵越南 第二西贡条约的签订 使得整个越南南部都被法国侵占 而且为了巨额赔款 越南朝廷还大肆搜刮明知明高 导致民怨四起 1883年的时候 阮福时去世后 整个越南朝政更加动荡 外有列强 虎视眈眈 内有权臣当道 之后的几个皇帝都是被权臣给弄死的 在1883年和1884年 越南和法国又先后签订了顺化条约和第二次顺化条约 引起了越南的宗主国 清朝和法国就越南的宗主权问题而开战 最终清朝不败而败 在1885年的中法新约中 清朝正式将越南的宗主权让给了法国 至此 越南完全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阮朝皇帝成为了法国统治越南的傀儡 此后再也没能翻身 由于之前越南长时间都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越南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对于法国而言 想要强行让法国文化取代中华文化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鼓励越南人学习国语字 国语字是基于拉丁字母演变而成的 是由一个法国传教士所创造的 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 公文大多都使用这种国语字 并且逐渐普及起来 一直使用到现在 成为了今天的越南文字 之后的越南社会中汉文化影响日益衰落 而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影响却逐渐加深 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式文化 在这个阶段大量涌入越南 直到现在的越南社会 已经被打上了深刻的法国文化烙印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阶段 当时很多海外华侨和一些国际组织 对中国的援助 不少都是通过海运来到越南 再从越南运到中国 日军为了切断中国获取外援的通道 要求法国控制下的越南 停止运输物资给中国 并要求法国政府允许日军进入越南 当时的法国实行绥靖主义 也知道自己在远东的力量 不及作为地头蛇的日本 所以对日本做了让位 此后 日本势力不断进入越南 开始和法国抢夺在越南的主权 这一期间 最惨的还是越南老百姓 因为日本和法国为了囤积军用物资 都在逼着越南老百姓 改种棉花 黄麻 桑树等经济作物 用于军事生产 同时又大肆搜刮 百姓们仅存的粮食 作为士兵的军粮 导致越南爆发了大规模饥荒 而驻扎在越南的法国和日本军队 不仅没有震灾 反而变本加厉地囤积粮食 致使越南百姓在二战中 因为饥荒问题就饿死了数百万人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关键阶段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 被美军打得节节败退 日本害怕法国会趁机收回越南的主导权 导致日军丧失在东南亚的最后优势 1945年3月9日的时候 在越南的日军联合了越南软潮的傀儡皇帝 宝大帝阮福田 发动了三九政变 一起进攻法军阵地 越南也就此脱离了法国的掌控 建立了日本控制下的越南帝国 这时候的软潮 虽然国号为越南帝国 但实际上只是从法国的傀儡变成了日本的傀儡 依旧没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统治机构 也正是因为越南政府的软弱 激发了许多爱国青年 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 其中以胡志明为代表的一批越南先进分子 在香港成立了越南共产党 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越南共产党逐步壮大了起来 在二战期间 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越南独立同盟会 也组建完成 成为了当时越南民族抗击外国侵略势力 和本国反动势力的一支尖刀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向二战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 趁机发动八月革命 在河内发表了独立宣言 宣布越南从日寇手中夺回了政权 并且要废除君主制 脱离法国统治 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但是这个时候的法国是不甘心的 他们企图要重新统治越南 于是就在八月革命后 法越战争相继爆发 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因为首都在北方的河内 所以被称作为北越 而法国不承认北越政权 所以又再次扶持了宝大帝软福田为皇帝 定督在南方的西贡 也就是俗称的南越 战争一直持续了九年时间 最终在1954年 双方签订了日内瓦协定 条约规定 第一 法国撤出战争 并且承认越南的独立 第二 南越和北越 以北纬17度线为界 并在两年时间内举行公投 让两越人民自行决断 到底有谁来完成越南的统一 以上这些听起来确实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双方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不需要用武力去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 只要各自营造出 我的政府比你的政府还要好就可以了 所以在战争结束后 南越这边的宝大帝 为了营造民主气氛 就任命了以前的立部尚书 吴廷衍为首相 搞起了君主立宪制 可是宝大帝却不知道 吴廷衍这个人的野心有多大 吴廷衍一上任后 就开始扫除异己 提拔重用自己的人 很快就架空了宝大帝 真正做到了君主立宪制 而且吴廷衍还买通了南越黑帮 作为自己的英权 用来控制南越的人民的舆论 不允许南越人民对宝大帝表忠心 随后 吴廷衍又煽动南越人民举行公投 废除了君主制 建立了越南共和国 吴廷衍成为了南越的第一任总统 吴廷衍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原因是 他背后由美国政府作为靠山 二战结束后 世界大环境进入了美苏争霸的阶段 而北越的胡志明奉行的是共产主义 和苏联走得很近 美国害怕整个越南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连锁反应 因此 美国在此前就一直暗中扶持吴廷衍 因为吴廷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而且还是一个反共分子 就在吴廷衍当选后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挤所有非天主教的教徒 尤其是佛教徒 比如规定天主教徒不用缴税 而佛教徒要缴双倍的税 天主教徒的士兵可以派发步枪 而信奉佛教的士兵只能拿到水果刀 除此之外 因为当时许多南越黑帮都是吴廷衍的鹰犬 所以当时的南越治安相当不好 当街打人 抢劫 强奸事件层出不穷 搞得南越人民苦不堪言 后来 转眼间 到了1955年11月 距离日内瓦协定和联合国规定的公投时间 还有半年多 吴廷衍很清楚自己把国家治理的成啥样 害怕公投失败而不敢举办 打算直接用武力方式解决统一问题 于是 吴廷衍在美国的继续支持下 开始搜捕屠杀共产党人 并对北越发动了战争 越南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打了 越南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其实美国并不想干预太多 因为朝鲜战争才刚结束不久 疲累的美国不想很快地卷入新的战争 所以在一开始 美国政府只派了几千名的军事顾问 到南越来负责训练南越的士兵 美军后来的人数之所以暴增 是因为吴廷衍所管理的政府 真的是烂到一个不能再烂 南越各地都有人反抗 吴廷衍也在1963年11月2日被暗杀 结果南越竟然找不到适合的人来接任 导致军阀割据 天下大乱 美国不得不考虑直接参与到战争中 1964年8月 美国借口自己的军舰在越南东京湾附近巡逻时 遭到北越海军的挑衅为借口 正式对北越宣战 这就是标志着 美国正式陷入越战泥潭的东京湾事件 关于越南战争的细节和经过 以后我会单独出一部视频给大家细细讲解 这里由于时间有限 咱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导致战争走向的一些主观因素 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之后开始大规模增兵越南 并对北越实施无差别空袭 但是北越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 也不是吃素的 美军的无情空袭也让越南人民更加坚定了抗击美军的决心 再加上当时的南越政府相当的腐败 搞得许多南越军队打仗打到一半 突然掉转枪口开始攻击美军 这也让许多在前线的美军一边对敌 还要一边提防盟军随时有叛变的可能 另外 胡志明特别聪明 他对士兵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答应士兵们打赢回家后 美人送一块土地 这大大激发了越南人民的参战热情 反观美国这边 美国大兵来越南打仗 只是为了国家利益 每个人都希望能平安回家 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性命交代在这这片东南亚雨林里 而且当时间进入60年代下半夜后 卫星电视开始在欧美国家普及 美国本土的许多家庭通过卫星转播 看到越南战争的惨烈情况 导致整个美国掀起了一股反战浪潮 很多年轻的美国人都开始拒绝参军 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越南战争 1973年 美国在全世界的舆论压力下 开始从越南撤军 越南战争随即进入了尾声 1975年4月30日 南越首都西贡 也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 被北越军队占领 越南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在越南战争结束的第二年 北越政府宣布成立了新的统一国家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至此 越南再次完成了统一 第一 trip 出门 西南 全 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